用之箭 快活四星仙 光有这套箭法是不够的 你们还要不断地练习 培养彼此之间的默契 精进箭术 才能把双剑合璧发挥到极致 大哥 你这招可真是独具慧眼啊 那也要多亏了你天衣无缝的计划 要不是我细眼的好 那两派就没法在一起接受试炼 咱们的计划怎么会 那么轻松的就顺利完成呢 人家寒烟 是会利用你爱煽风点火的钳制 你有什么好嘚瑟的 这 这 这让你夸我就那么难嘛 三位道长 先来吃点东西吧 好香啊 刘姑娘的手艺真是不错啊 日后谁要是能找到像你一样 聪明伶俐 小巧可爱的姑娘当妻子 那可真是她修了八辈子的福了 那日后要是谁娶了像王道长这样有趣的姑娘做媳妇 也是有福气了 对了 我还没祝贺王道长呢 即将美梦成真了 开心吗 不是 刘姑娘 我其实我我 这 我开心 开心死了 没想到我们会是天道选定的人 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其实我早就觉得我们有缘分 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样 行了 别得寸矜持了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病除杂念 好好吸得剑法 钟道长说了 这第一关 就是要培养两个人的默契程度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地发挥双剑合璧的威力 才能尽快地斩杀血魔 救出你爹和我娘 可是 我们要如何培养默契 是 我有办法 双剑的剑尖 若能同时抵住这枚铜钱的方口 便算得上是默契 这 会不会太难了 怎么 你怕了 能与你心意相通 我有什么好怕的 出剑 不停 我 我知道钟道长喜欢喝两杯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刘姑娘有心了 谢谢刘姑娘 好酒啊 你喜欢就好 我还给你们做了 柳道长最爱的芙蓉白玉汤 这就去端 这个最补了 你最近辛苦了 多吃点 这个最补了 你最近辛苦了 多吃点 这个最补了 多吃点 你们俩 吃你们的牛肉吧 有肉都堵不住你们的嘴 不过 我感觉 有人照顾挺好的 是吧 我可羡慕死寒烟喽 要不 等你便回男儿身 干脆顺水推舟的 就把刘姑娘给娶了 怎么样 不许哥哥 你最近是有点皮痒了 是不是 柳道长 你看看你 你也赶快吃吧 吃完还得当保镖去呢 给谁当保镖 好不容易把人找着了 你就不怕险魔偷袭吗 没错 他们两个不能再出事了 你们慢慢吃 我去当保镖 刘姑娘的鸡腿 好吃 你 大哥 如今人选的事也解决了 我想那两位掌门 他们也斗得差不多了 也该放出来了